美里大伯公庙大神像 日前在经过一次安装失败后 今日再度耗时小时才成功完成安装工作 总算让工作人员松下一口气 大伯公庙小组委员会向当地一家船厂借用一台250吨型的起重机 耗拥长时间做准备工作 成功将每节重大30多吨的大神像调到大伯公庙新建筑一楼平台安装 下半节神像于今早实施33分安装完毕 而上半节神像则于今日下午4048分成功安装 工程完成后工作人员高兴得高喊心 望发口号 美里大伯公庙扩建工程耗资约800万令吉 如今上缺数百万令吉工程费用 单是一尊大神像就耗费约80万令吉 这尊站立是大神像高七公尺 目前是东南亚第一尊 也是体积最大的大伯公神像 大神像是委托中国厂家 以花钢岩雕塑而成 期间经历了疫情的拖延 最终于本月初成功运抵美里 一旦大伯公庙扩建工程完成后 相信这尊大神像将成为美里旅游新景点 吸引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大神像面向大海 非常庄严 令人心生欢喜 并将默默守护着美里百姓数百年 本地银商拿租刘少慧于今日下午三时需 也来到大伯公庙观看安装神像的工作 并为工作人员送来结束饮料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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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